37歲的文傑 以往在紀錄部隊宿舍做洗車工作 現在在家的雜貨店幫忙 文傑的父親最近發現兒子行動和反應慢了 帶他去做身體檢查 才發現他患了糖尿病和青光眼 體力真的轉變得很快 走路好像看不到人 到時都撞到人 文傑希望快點好再工作的心願 未必那麼容易達成 醫生說患有糖尿綜合症的病人 比一般正常人的細胞中多一條染色體 令他們出現提前老化和患有多種老人病 糖尿綜合症的人士 亦會比一般人早很多出現 大概30至39歲的年齡界別 在外國的研究 就已經看到三分之一的糖尿綜合症人士 已經出現老退化症問題 去到40歲至60歲之間 其實這個老退化症 就已經影響了差不多六成的糖尿綜合症人士 糖尿綜合症協會 在08至09年調查了100位35歲以上 糖尿綜合症病人 發現有四成人患有肌肉及屈甲問題 兩成人有白內障 但政府就忽視了為他們提供專門醫療檢查 糖尿綜合症人士或治療人士 他們的老化的時候 相應地他們需要一些特別的評估方法 以及都為他們量身訂造 有一些甚麼相應跟進的服務 以至他們的生活質素不會跌得那麼多 糖尿綜合協會建議 除了政府提供配套設施之外 亦應該鼓勵他們有個健康生活 多些做運動有助減慢自力衰退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斯文報導